你们认定这两起名案都是邱玉所为 此犯凶狠异常 已经流窜到渔航境内 我们正在四处搜寻他的下路 他的案子已经四年未破了 此人牵扯名案数起 又波及七个州府 此次我来渔航便是来复查此案的 晚上我请您去一城楼喝酒 也可以谈谈宫事吧 我有一好友正在渔航 晚上已经约好了一起喝酒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颜兄 多日不见了 你气色不错啊 赵兄请坐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好友 邱羽 见过颜兄了 邱兄是江湖人士 在下只是无名小卒而已 不值一提 你此次来渔航 是为了办案吗 嗯 其实这个案子 在刑部已经积压了两年 但凶犯一直没有缉拿归案 颜兄办的是 哪个案子 邱羽 他牵扯数起名案 而且最近又有犯案的嫌疑 听说他人就在渔航 前几日 芙蓉阁的花魁命案 不会也扣在他头上了吧 你怎知此事 那天啊 恰好我和邱兄都在芙蓉阁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见他们把尸首抬到街上去了 不是应该先等武座来查验吗 他们擅自挪动了尸体 那老宝说 怕死人坏了他的风筝 就直接把人扔街上了 香儿也是红颜薄命案 后来官府 让人将他的尸体抬去一桩了 我们也就再没插手 岂有此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